当地时间12月31日星期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烈谴责美国派两艘军舰驶过台湾海峡的行为 认为这严重破坏和平与稳定是武力挑衅 给台独分子以错误信号 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 美舰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 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严重危害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方将继续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敦促美方为地区和平与稳定 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这两艘美国军舰31日驶过台湾海峡引发中国抗议 这是本月美国军舰第二次执行此类任务 中国航母群两周前则驶过同一水道 近来美国加强对台湾岛的支持 包括武器销售和军舰航行等 令中方感到愤怒 进一步恶化了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